獨自在三野中漫步 獨自在部落裡面孤軍奮鬥 到今天帶出我們這一批 不管是直接或間接受教育李老師的語言學者 不管是族人還是非族人 我們都可以很驕傲地說 我們曾經跟李老師有這麼一段的交往 身為他的間接教導的學生 我們今天很高興能夠有這個機會跟大家來介紹 李老師在中研院服務這麼久 南島的原住民語言是他最愛 甚至師母懷孕的時候 他還在日月潭做鐵鐵調查工作 這是師母跟我講 可見雖然李老師也很愛師母 但更愛我們南島的原住民語言 所以我們今天真的非常高興 邀請到李老師來跟大家分享 臺灣 臺灣 南島語言的幹論 讓我們以熱烈掌聲 歡迎李老師 謝謝 謝謝黃教授的介紹 那我今天來跟各位談 或是如果有個學員不要理自己 謝謝各位來 我們今天我想跟大家講 臺灣南島語言 那這個可以談的問題非常多 可以談的內容 可以講兩分鐘也可以講兩天 也可以講兩個月都可以 但是講什麼才好 我想到半天也不知道 真的什麼時候最好最重要 那我就嘗試跟各位談談 首先我希望大家 我來建議一些基本的觀念 就是什麼東西都是要從自己本身開始 從自己先認識自己 你才能認識外面的世界 那你自己什麼是最重要的 當然是語言 你自己的主語是最重要 這能代表你自己見個面子 那我們人各位都想看看 我們人很有意思 都是以自己為中心 因為我們說所有的你的頭 你的眼睛 你的手 你的頭 你的腳 你的肚子 就是從給自己的本身 自己命名 我的頭 比如說語言 我想有的叫做布諾 什麼什麼 這些類的話 然後高露 什麼這些類的話 是從頭 從眼睛 從手 腳 那這是自己本身做出化點 同樣的 我們也把我們的頭 用到外界的事物 不管牛頭 或是羊頭 或是山的頭 我們的嘴巴 口 我們也是人的口 也可以是馬嘴 馬的口也是嘴 還有像是河的口 河流的口也是口 所以我們從自己本身做出發 那推展到外界的事物 我們也用同樣的辦法來命名 各位了解我常常講這句話吧 都可以懂吧 沒有問題 很好 所以我基本上還是向大家先從自己本身開始 先認識自己 認識自己最好的辦法呢 就是你要自己的語言 要有了解 那這些語言到底怎麼樣 我們的語言 不管你講太陽話也好 北南話也好 海綿元色什麼 任何一個語言 你要了解你自己的語言 到底有些什麼因素 有什麼是它的特色 你講的語言 跟我們有關係的這些語言 之間有什麼不同 什麼地方是 比如是阿密 我跟其他語言有什麼不同 是阿密 可能是阿密 一定知道是阿密 而不是打壓了 也不是文文 你怎麼知道 要知道這些 我覺得也蠻重要的 這是第幾個概念 我先希望跟大家談 那麼我們也當然應該要知道 我這個語言裡面 裡面有多少地方性的差異 就所謂的方言的差異 每個語言基 主要這個不太小 通常都是有方言的差異 那差異有的多有的小 這個我們也應該了解 比如你說這個泰雅化 泰雅化那個Skoriak跟Zor 就差了蠻多 Zor裡面有很多很多 彼此差異非常大 甚至你聽不懂 都有可能 但是它都明明都是我們打壓了 那這一點呢 我們也應該就加以了解 就是你自己的語言 你不只要知道你自己的方言 你要知道它有跟你相關的一些方言 但是我今天希望大家 我們一起來探討這些問題 還有 也要知道 我這個語言 比方是布農 我跟阿密斯跟大亞的關係是什麼 那麼我跟他們的關係不是相等喔 各位要了解 語言跟語言之間的關係不會完全相等 現在我們假定說台灣的有 還有南島語言假定有14種 並不14種都是香港 換句話說 這裡邊我們有親戚 自己兄弟姐妹 並不所有都是你的親兄弟姐妹 有的就是你的唐松底唐姐妹 那有的呢 是你的從祖父那邊一帶就分出來的 或是真祖父那一帶就分出來的 這樣的關係 要把它弄清楚 不是相等 十四不是都一樣相等 不是 絕對不是 這個也要弄清楚 再來就是我所謂的親疏遠近的關係 有的比較親 有的比較疏遠 到底關係是什麼 我們應該做一個了解 我們常常聽說 尤其中國大陸的官方最喜歡講 所有台灣住民都是我們從大陸來的 都喜歡講教科話 他為什麼這樣講 會你想看 事實是否如此 想一想 不必輕易去相信他 但是也要想說 我們要問他 如果下次有人在大陸的人跟你講說 你們都是我們排除中國大陸來的 那你可以問他 你中國人都從哪裡來的 為什麼不問這個話呢 世界上所有人類都從中國開始 我們已經確定知道 不是 人類的起源地面不知中國 在哪裡 可以知道嗎 在揮州 從世界上的所有的語言來看 以非洲的語言彼此的差異性最大 不管哪一種比起來 還是非洲起義形成最高的 不只是語言有這樣的證據 而且這個基因 最重要還是基因 基因學上的證據 來看的話 所有人類都是從揮州來的 而且不到十萬年前才從揮州擴散出來 所以現在事實上不管到哪裡 所有人都是從揮州出來的 那剛才黃教授提到 我們南島民族是從台灣的原鄉 那就是只是專使南島民族而言 不是所有世界人類 這是一點也要弄清楚 我們也常常聽人講 原住民到南洋群島 不管是印尼、馬來西亞什麼 到那些地方去 他們說原住民跟他們是可以溝通的 所謂溝通就是有問題 有時候你會聽到這個單字 那根詞彙你聽得懂 他講尼馬 你一聽就知道這跟我一樣 同樣都講武 你講獨路 你指三太就指三 如果你聽到這個的話 這些單字 只是單字 這些所謂單字我們叫做同源詞 所謂同源詞意思是同一個來源 我們祖先就用這個話 到現在我還保留 你他們也保留 我們只懂得若干共鳴同源詞 並不是說我們跟它可以溝通 各位知道嗎 你現在不同的話 我跟太亞能不能溝通 太亞跟阿密斯能不能溝通 是不可能的 只會你使用對方的話 要不然你是沒辦法溝通 那你到外面去那些怎麼可以溝通 這是基本的概念 我希望各位能夠先慢慢離去 那底下我們來談一些 那我今天要跟各位報告的大概這幾點 我不一定按照這個大黨講 但是基本上我會講這幾點 一個簡介 台灣南道原研究室更出行名稱 台灣南道原間的關係跟擴散的歷史 台灣南道民族來源 兩個問題 已經消失的台灣南道有哪些 還有現在的原因都有 needed 瀶臨消失的危機 可以說是所有台灣南道原 都有瀰臨消失的危機 那我會顯示給你一些 temperature 我要給各位看一看 我們總要知道他們都瀕臨消失呢 如果有時間我也會談一些台灣南島民族的史前文化 我們這些這麼多族群 還有台灣南島民族跟台灣以外的一些南島民族之間 我們共同有哪些文化的特色是大家共有的 那麼我會談一下台灣南島園一些類型的特徵 大致上都是階級一樣 那各位都很清楚 南島民族擴散地理負負負負非常廣 包括太平洋 這個 有沒有那個 有沒有人的那個 我忘記帶來了 大概有沒有那個可以知道 靠右邊那個就是太平洋 像這裡濃進去 花旗進來不上去 抱歉 抱歉 忘記帶來了 右邊這個是太平洋 那西邊這邊是印度洋 可以看得出來 大部分都是在海島地區 在整個世界面積有將近三分之二 全球有三分之二 這麼很大的面積 人口有多少呢 南島民族 大家都知道台灣是我們有大概52萬左右吧 那南島民族包括台灣地區以外的所有南島民族總共有4億多人口 最多的 那最多的 在什麼地方 各位猜猜猜看 這邊就是 這邊是太平洋 這邊是印度洋 那台灣最靠北邊 你會看到 從地底上 夏威夷的緯度都沒有台灣靠北 這就是夏威夷 那最南邊的就是西蘭 我想各位都知道 都在詳細講 這就是我們叫 富豪街道 這一邊 在南美洲的西岸 那這邊是馬達加石架 在非洲的東岸 這麼大的區域 人口大概有4億多 那人口最多的國家是印尼 那印尼呢 你看包括這個 新紀念的一部分 以及到這些有三個大島 還有菠蘿多大部分 都屬於印尼 人口有2億5千萬 剛剛講總共4億多 印尼就佔2億5千萬 第二多的是什麼地方 對 菲律賓 大概9千8百萬 將近1億 9千8百萬 第三多的是什麼地方 馬來西亞 馬來西亞 2千9百70萬 第三多的呢 第四 現在第三個第四 第四個 馬達加西亞 剛剛說的這個 最細編的那個 馬達加西亞 有2千2百90萬 這幾個都是 你看都是幾千萬 台灣雖然2千3百萬 但是原住民只有52萬 台灣的原住民的人口 佔整個南島民主人口 大概有八百分之一 就是初出的這樣算 語言有多少種呢 據一些學者的統計 總共大概有1千2百種 那在台灣有幾種呢 我們台灣大概也有 可能算得很清楚 大概有20種 儘管我們的人口並不多 我們語種也不算很多 但是台灣南島民族的語言 有很重要的特色 那兩種重要的特色 一個就是 彼此的差異非常大 語言跟語言之間的差異非常大 你絕對聽不懂 另外一個語言的人講的話 甚至於自己語言裡邊 不同方面 你都彼此都聽不懂 就表示 比起差異非常高 我們叫做最崩起 那語言跟語言之間 如果分歧很高的話 就表示 他們住在這個地方的時間 非常長 這是蠻重要 因為又不一樣 表示他需要時間的來分化 分化時間很長 比方說 非南跟魯凱跟洲 彼此差別非常非常大 差別之大 可以說是好幾千年 就一千就分開了 那有的語言就是分別彼此 差別比較小 比方是泰亞跟賽德克 別的差別比較小 那他們分化時間呢 就比較短 大概一兩千年前才分出來 分成兩種語言 在五千年前 一般其實所認為 大概五千年前 我們都是講同一種語言 叫做南鼓南道語言 我們叫做布南道語言 那後來一步一步的分化 分化到現在有一千多種 台灣人還有二十種左右 那有的分化的時間比較早 有的分化時間比較晚 這個應該我剛剛講的 我們是那種 有一二四種語言 意思的關係並不是一樣 有的比較接近 有的比較遠 所謂比較遠 表示說很早就分出來 所謂比較接近什麼意思呢 表示說我們比較晚才分開來 這樣的意思各位了解 姐妹四天晚才分開 對不對 父母親是姐妹天晚 那唐姐妹是比較早就分開 那曾祖父那天分開更早 那叫什麼 我不知道叫什麼 我們是唐姐妹 或是什麼 另外一個稱呼 這幾點我想希望大家 建立這些基本的概念 那現在國際的南道語言學界的學者 基本上都認為台灣是南島民族的原項 也就是從南島民族從台灣開始擴散出去 那現在各位看到的 這麼大的區域 基本上就從台灣一步一步的擴散 從台灣就靠北嘛 然後就向南 向西 那麼後來才慢慢向東 向東這個 巴倫西亞這個區域呢 是最晚 那個是 路也最遠 而且 地底上也最遠 時間也是比較晚 大概2000多年前才到地底 大概5000年前開始分化 現在台灣這個地區先擴散 然後呢 有一部分就向南到菲律賓 再一步一步的擴散出去 大約5000年前開始 待會我們有時間再繼續談這些 台灣有哪些族群的旅言呢 讓我們往下看 那各位都知道 我們台灣族民族 包括過去所謂的高山族 各位叫做高山 有的並不知山上 像阿密 北南都不知山上 但是以前的稱呼都錯誤 叫做什麼 高山族這個是錯誤的 但是我們就了解 各位知道這個意思 所謂的高山族 所謂的平步族 那全部都是屬於南島民族 都是同一民族 沒有分別 只是有的族平地 有的族會平地 有的漢話的早 有的漢話比較晚 只是這樣的分別 台灣南到語言的地位怎麼樣 在整個南島語族 占有非常重要 跟關鍵的地位 我剛剛已經講到 為什麼非常重要 因為它地質差別非常大 在這邊住的時間最長 這是一個 另外一個很重要的特色 就是台灣南到語言 保存了很多古語的特徵 現在世界的國際上的學者 要重建台灣南到語言這個系統的話 一定要用台灣南到語言的資料 有一天假性不幸 所有台灣南到語言都沒了 這工作就越來越難做 這聲音的很重要 兩個特徵 一個是BCE分歧度最高 第二個就是它保持最多的古語的特徵 你要知道 古南島民族是什麼樣的系統 它的語音系統 它的構成系統 它的句法結構 都是要靠台灣南到語言的資料來做 沒有就沒辦法做 要做的話 就是比較晚 這個時候不細細說 那可惜 可惜現在有個現象 什麼現象呢 台灣南到語言的情況是怎麼樣呢 大約有一半的語言已經消失掉了 那以目前流氏的速度來估計的話 大約在四十年以內 四十年以內 有的各位都還健在 那當然有的也跟我一樣 大概都不在 四十年以後很久 也大概會陸續會消失掉 當然有的消失早 有的消失比較晚 那有的已經消失 各位都知道嘛 平坡族大部分都已經消失了 但是有的還眼看就要消失掉 有哪些 比如 各位想得到 現在很少幾個人會講話的 少 少 是一個 還有呢 發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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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財還沒那麼嚴重 發財已經沒了 老實說已經沒了 七二早就沒了 一百多年前就沒了 馬看財 扎阿魯啊 發財 在哪裡呢 高雄的 發財 還有一個就是什麼 這三個都是 吉賓為 我們叫做吉賓為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只剩下很少幾個 夠位數喔 他們會講這個話來說只剩夠位數 而且年紀都很大 有這樣的問題 那剛剛講 我等一下會講談 高雄爛的問題 其他 人口比較 各位都發現 人口比較多 通常是比較 稍微安全一點 不知道絕對安全 是絕對 稍微安全一些 像阿密斯啊 古怒啊 台灣啊 台灣啊 達亞 這些人口比較多的 語言的狀況稍微好一些 但是呢 也沒有好到哪裡去 我剛剛講了 好到哪裡呢 40年以後 大概也很難 很難保存 以目前消失的狀況來 推測 好 再往下 台灣 難道語的重要性在哪裡 我剛剛已經講了 台灣最重要的人文特質 就是在法島上 已經居住了五、六千年 他們在台灣 我們確定有證據 有原學的證據 有靠谷學的證據 他在這裡已經住了 至少五、六千年 會不會更早 我們沒有這種證據 五、六千年是有把握的 當然我們知道 台灣人類是有幾萬年前 現在已經 靠谷已經挖出了資道 有三萬年前就有人 但是呢 是什麼人 完全沒有證據 國際上知名的 南島語族的學組 大多承認台灣南島語言的重要地位 這是國際公認的 不是我們自己在吹牛 吹也沒有用 台灣的語言最分歧 比史差異最大 顯示他年代眾生最長 表示在這邊住的時間非常久 至少有五、六千年 這麼久 那我們只能說 風中學組會比較謹慎一點說 最有可能是國南島民族的起源地 那南島語言保存了許多古語的特徵 我現在就沒事跟各位講 講非常多 比方說 是怎麼講 你的語言 是 一、二、三、四、四 阿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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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的語言叫Supat 有個四 有這個四這個音 我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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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背來沒有就是 有這個四的音 你才有 這邊是特徵 阿達 阿達 還有我們說眼睛 你到台灣地區以外 他們都會講馬大 不會講馬大 馬法 馬沙 什麼這些我都不會講 他只會講馬大 就是一個T 可是台灣南島語言 T跟不是T 兩種 分得很清楚 我們眼睛這個字 有些是講馬大 有些是馬沙 有些是馬沙 邊南怎麼說 馬大 馬大 這個是跟T有分別的 馬大是捲舌的音 跟一般的T是不一樣的 這個是台灣 保存著國語的一個特徵 這個都是非常重要的特徵 好 再往下看 那以下簡單的講一講 我們台灣南島語言的 過去的研究的歷史是怎麼樣 當然這個早期五、六千年前都沒有任何紀錄 什麼時候才開始有紀錄 河南 河南 河南是什麼時候來台灣 就是才為了傳教 他們把希臘雅的話 都用聖經把他寫 羅馬拼音把他寫出來 而且他們也教希臘雅人 用羅馬拼音寫自己的語言 這個做契約都用希臘雅的話來寫 這個叫香港文書 河南實在在開始對我們這些語言 最先有紀錄 那這個是非常重要的一個現象 非常 很少見 像希臘雅 河南人離開了很久以後 當然在台灣只不過38年 被鄭成功趕走了以後 希臘雅人繼續用 繪羅馬拼音 他們最後繼續用自己拼音的寫 寫七月文書 這個清港文書 前後有100多年都是這樣 這個是世界上也很少見的一個現象 先來說一下 關南時代最先有 那河南傳教士除了給希臘雅做羅馬拼音 做聖經的翻譯之外 也給另外一個拼不住的語言 叫做白巴浪 白巴浪在西部 對台灣的西部 大一個彰化那一代 湖北那一代 給這個語言 也寫著用聖經翻譯寫下來 還有傳教的話 用這個語言寫下來 所以河南時代雖然時間短 但是給我們留下這兩個語言 非常重要的記錄 文献記錄 那現在我們對這兩個語言 還有一些系統 還有一些了解 也是靠這些傳教士所留下的資料 這是我們要知道的 那歐美人士在十九世紀下半 有些這個去什麼去旅遊啊 去台灣跑的 我們叫daventure 去台灣到處跑的 做一些弱幹的紀錄 比較寧心的 是有的 很遺憾的 鄭家王朝 鄭生公複製 以及清淡 在台灣置頂的兩百多年 給台灣南島語言留下的紀錄 非常少 少得非常可憐 我們可能找到的 就是西藍牙有一些紀錄 多半都是單字而已 什麼時候才開始 比較有系統的紀錄呢 是到日治時代開始 那各位就知道 台灣是在1895年 擱讓給 被清淡擱讓給日本 大概1895年底到1896 就日本的西藍牙路去到台灣 來做調查研究 其中有一位叫做 先生叫做小川 小川上益 小川是念他們的話 叫佛巴瓦 這位先生是專業式語言學 叫台灣來開始做調查研究 他開始做的時候 先做閩南化的客家這些 因為閩南客家比較多 人口比較多 然後再過了一段時間 過了若干年以後 他就開始做原住民的語言 那是他第一位學者 對這些語言做調查研究 他給我們留下非常珍貴的資料 這些資料現在都保留在日本 東京外國語大學 另外有個日本人叫做前景匯輪 前景匯輪比小川要小二十來歲 非常年輕 他也在這方面做不少的工作 那我們現在對於這個 現在已經消失的語言 還有尤其說已經都已經消失 這篇復族語言的資料 很多都是這邊 兩位日本學者都記錄 我們才會有一些了解 像西部這些蘋果主義語言資料 只有他們有紀錄 我們以前都沒有那個紀錄 我們有的紀錄 剛剛講的就是 跨南世代那兩個語言的紀錄 好 往下 來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 在1945年 第二次大戰結束 那這個台灣 日本就放棄台灣了 讓中國大陸 中國政府來接受 開始有一些學者 就做了研究 有一位就是孟貴先生 另外一位就是董洪柔先生 這兩位帶著學生 自己也去做調查 也帶信任一些學生 那另外我要提另外一個日本學者 叫做土田之教授 這位先生還在 他人類也不小 他做過各種語言的調查研究 他台灣所有的 還有人會講的話的 他都調查過 做了紀錄 所以我們對台灣 原住民這些語言 紀錄最貢獻很多的 是三位日本學者 小川商議 前景輝倫加上土田之教授 這三位貢獻都蠻大的 我們也感謝他們 那我格的學者剛剛講 李方貴先生他做過當年去做 他發表的就有少主的語言 那董洪柔帶著學生去 一般學生去 就送到阿里山去做周語 那麼他出版了一本專書 是周語 叫什麼周語研究 Descriptive Study of Joe Language 這本書 道善家棟是一個經典的中國 那1970年開始 我本來就開始回國 先做盧凱語言 然後陸續一個一個做 做了這麼多年 手製的還是非常有限 但是這些語言 你看快要消失了 還好我們有肉乾 陸續有一些年輕人 研究生也投入這些方面的工作 那現在後來做的研究方向也擴大 以前做的比較多是歷史方面 歷史語言學方面的工作 做的紀錄啊 以前做的通常常常是詞彙啦 要不然是一些收集一些語料 texts 做句法研究 後來呢 句法研究越來越深入 現在構詞、句法、語語都有人研究 那也有人做一些跨語研究 好 再往下面再看 那底下我們來看一下 總共有哪些 台灣總共有哪些族群 我們有一個 有個話常常被用錯 就是說 台灣有九族 有十幾個族 這個話是不大正確的 台灣事實上 除了漢族以外就是南島民族 就是一個族 所有南島民族都是一個族 不能說有九族有十四個族 這幾個 譬如泰、布農、阿密什麼 這個是不同的族 所以應該叫做不同的族群 用這個族群來分 比如正確的用法 就叫做族群 別南是一個族群 阿密是一個族群 布農是一個族群 不同的族群 來 我們看哪些族群 有代賣 有西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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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三峽 有晋雅 有 presenter 有米 我們來看看地圖 看一下地圖 看看 他們各分佈地點 各位知道這個泰雅原來是從仁愛鄉這一帶擴散出去 在200多年前才開始擴散出去 大概250年前 那慢慢侵占了山下的地區 你看現在泰雅分布這麼大 從台北的烏來一直到南投仁愛鄉 這麼大的區域有半個台灣都是泰雅族 原來他250那天還在仁愛鄉這一帶 原來這邊是誰 哪一個族 族群 山下 那山下過來人口越來越少 地盤也越來越小 有幾個因素 一個是外族的入侵 另外一個就是也碰到瘟疫 也是不少人 北部將 南部是哪一個族群向外擴充 把人家的地板都給佔領 布農 現在布農族這麼大的區域 從南投的信義鄉開始 一直到高雄 東部還有花蓮 台東都有布農族 布農族原來在什麼地方 在南投現在信義鄉的山地 不是現在信義鄉的地 這比較大的地方 比較深山的地方 大約三百年前才向外開始擴散 三百年前才開始向外擴散 從北到東邊 這是布農族 原來這個地方是誰的地板 我們對這個歷史性比較有一點了解 各位猜猜看是哪一個族群的地板 鄒主 台灣 哪一個 鄒主 都是鄒主 原來大部分都是鄒主的地板 也是養三百年前 慢慢縮小 慢慢被布農族占了 再來看我們的南邊的 南邊的是比較大的族群就是台灣族 台灣族大約四百年前才從這一邊 現在台灣族的分布地裡的西北這一帶 一個小區域 大約四百年前才開始向外擴散 向南也向東 向南當然是海市的天洞線 向東就跑到了哪裡 台東線 這是近四百年來的大致上的比較重要的遷移跟擴散的過程 大概是這樣 那如果講比較早期呢 五千年前怎麼樣 待會我會早先跟大家做說明 各位知道 比方說在座有普庸馬的人吧 有 你知道你武庸馬從哪裡來的 哈哈哈 從哪裡來的 讓我們知道布農是從哪裡開始 泰雅從哪裡開始 我剛剛已經講了 那這個 武庸馬 什麼時候 從哪裡 跑到台東去 台東不是他原來的,邊南鄉那一代不是原來的主題 是後來才辦過去的,什麼時候到那裡? 這個是我們應該了解 我跟各位講,根據語言學的證據 我也沒看到,我們證據是不是可靠? 我也不敢說,大概我相信是對 相信不相信有你啊 好,照人看一下,往下看 那台灣的這個有原住民的居住的區域總共有40多個鄉鎮 那最靠北的就是台北屋來 再來是桃園的附近鄉,宜蘭縣大同鄉、南澳鄉兩個鄉 那我不一個一個唸,各位看看,那個講義上都有 新竹縣有什麼? 拳石鄉、武功鄉都是什麼? 太陽,你要知道原來武功鄉是哪一族的? 哪一個族群? 太陽 不是太陽,太陽是後來才去的 那苗栗縣的太陽鄉、南庄鄉 南庄、石潭鄉都是塞下的 太陽鄉是泰亞 台中縣的後邊鄉也是泰亞 南座縣的仁愛鄉、西義鄉 仁愛鄉當然是泰亞 有泰亞也有走亞也有走亞 也有伯論 對,也有伯論 那個伯論是後來才去的 各位記得 大概什麼時候開始跑那邊去? 三百年前 才有一部分伯論族跑到仁愛鄉去 仁愛鄉現在有三個村 那三個村 哪三個村 中政、五屆、五屆、中政、五屆、なんて 中政、五屆、中政、五屆、法治、中政、五屆、法治、中政、五屆、法治 那是後來比較晚 我現在有三個子群,派雅、洪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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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洪倫 超小的地方,還有七百人,不過很多都是混血的,他們有跟漢人、閩南人混血,也有跟布農族混血的 這個語言積極可為,現在只剩九個人,那一定算了,總共只有九個人才會講這個話 有的已經腦筋不清楚了 好,花蓮巷有什麼?卓雞巷、萬榮巷、幾岩巷、獸蜂巷、封賓巷 封賓巷是什麼人?有什麼族?族群? 嘎巴拉,當然有阿密斯,光吾巷、醉醉巷、福利,這些都是阿密斯,大部分都是阿密斯 華光巷、華光巷、嘉義巷、阿密斯山鄉、州州、高雄市、納馬夏區是我們叫幹那幹那路 桃園區是我們叫華路,茂林區是什麼?魯凱 平中縣有霧台,霧台鄉是盧凱 那山地鄉、馬夏頂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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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東那邊也是比較複雜頂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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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頂 然后再画脸 哦 左心间画脸 对 我弄错 在八点 左心间画脸 好 南语乡是什么? 走后群 药 药 人家叫药 当然有些地方是小区域 就很小块一块的有一些人 比如说 比如说这个满洲乡有什么人? 还有恒川也有少库的阿弥士 好 我们往下看 底下我们要稍微谈一下 我刚刚有一部分已经谈过了 南来语言的关系以及扩散历史 各位想想看 泰雅语跟哪一个语言关系比较近? 赛德克 对 这两个比较接近 那布农语跟什么比较接近? 没有 没有 那很孤立啊 非常孤立 我们有五个语言 台湾有没有跟哪个语言的接近? 台湾 台湾 我们现在所知道有一二十种的族群 彼此的关系 有的了解也比较远 关系都不大一样 那我们下一集再继续努力 好 我们休息一下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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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